女生大汗有人抢劫 此时西庄男正紧紧拉住被害人 想将他手中的东西夺走 附近民众听见求救声赶紧上前帮忙 几份货报火速抵达 立刻将人带回派出所 一查发现原来当时 嫌犯先在店外徘徊 同伙则把车暂停在店外等他 一发现不对劲油门一踩开溜 那个不像一般的洗脑 那个好像是有点惊恐 好紧紧的 也就是一般的压舍嘛 事发在29号下午台北市新一区 一间咖啡厅 老板娘在店里私下经营卖表 当时嫌犯约好来选购 看了看选了选又说不买了 假装离开 使劲拿出预藏的辣椒水 朝老板娘脸上狂喷 拿起高担架二手名表转身就跑 跟老板娘发生激烈拉扯 幸好被附近民众合理压制 两人依违反强盗罪 移送法办 案发隔一天 警方就在苗栗带到红杏共犯 他们公称因为缺钱花用餐厅而走线 想不到没抢城 狼狈招待 记得梁七号杜月轩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